接着来关心印度的新冠疫情 那目前看来是有稍稍好转 连续两个星期新增病例都持续下滑 今天印度新增了19万6千多宗的确诊病例 而这也是印度自4月14号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第一次降到20万宗以下 那死亡病例方面呢 则单日新增了3511宗 累计达到了30万7200多人 成为继美国跟巴西之后 全球第三个总死亡人数超过30万的国家 在印度疫情持续肆虐的时刻 那目前更叫人担心的 目过于一种叫做毛霉菌病的疫情了 最近在新冠患者当中呢 爆发了死亡率高达50%的毛霉菌病疫情 那目前已经有大约9000人染病 超过200人死亡 而病例也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不止毛霉菌病 印度早期也传出了有人感染 白毛菌症White fungus 如今又第一次发现 有人感染上 通常只会感染爬虫类动物 更致命的罕见疾病 黄针菌症Yellow fungus 那至于为什么 印度的新冠患者会感染上毛霉菌呢 印度卡纳塔克班的 这个一些专家他们就怀疑 毛霉菌的传播跟工业氧气 还有氧气输送各个环节上 可能存在的污染有关 也有当地的医生认为 可能的因素包括了 医院重症监护室使用的氧气瓶 还有氧气管的质量有问题 将工业氧气转换为 医疗氧气的过程当中 消毒不彻底 或者是呢 在呼吸机当中使用自来水 这些问题呢 都有可能造成污染 坏消息接踵而来 印度对抗严峻疫情的时刻 可怕的毛霉菌病 在印度多个地区扩散 受感染的民众 纷纷到医院接受治疗 可是有限的治疗药物 又造成了另一个问题 由于毛霉菌病患者暴增 医院已经容纳不下更多的病患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 有一家运输公司 于是把一辆巴士 改装成临时加护病房 巴士内医疗设备齐全 包括设有六张病床 心电突击 氧气瓶以及点滴价等等 五脏俱全 以缓解病床不足的窘境